不错呀 这个也好 笔触也越发有鼓励了 这二二哥才多大呀 这一首字就写得有模有样的 小儿家乱写写罢了 难得 这字写得还算端正 写得确实好 您看 二二哥是皇后娘娘所生 所以自然天资聪慧 福泽深厚 不像有些人 就是娇奢享福泰国 才折了孩子的养寿 事都过去了 不许再胡说 是 再者 玫瑰人如今只是调养身子 等身子好了 孩子还是能再有的 可不是吗 咱们皇上温柔多情的 保不齐玫瑰人哪日在富宠 就又怀上了呢 姨贵人 你怎么不吃点 本宫瞧着你最近 脸色也一直不太好 回皇后娘娘的话 臣妾这几日 总觉得身子不适 连这几天夜里发虚汗 总也睡不好 一个人怎么突然身骄 体弱起来了 上次也说身子难受 难不成还没好吗 贵妃和家贵人 你们先回去吧 仪贵人你留下 赵姨太 去请太医来 给仪贵人瞧瞧 喳 贵妾告退 快坐吧 你快给本宫说说 到底哪儿还不舒服 我去 上次 把我带我 你带我 我带我 你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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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哭与不哭 又有谁在意啊 这都半个月过去了 皇上没来 旁人也都没来一个 我是要被困在这永和宫了 等您身子好了 自然就能出去了 皇上怕是嫌弃我了 宋月 要不咱求求主子 主 您出不去 奴婢也是啊 与其等主子 要不 咱们自个儿想想法子 自个儿想法子 这外头的雪下个没完呢 算这日子 玫瑰人也该出月子了 可皇后一直不让她出永和宫 浴室的时候是这样的 落井下石的多 雪中送炭得少 不过 与其出来看人脸色 倒不如待在自己宫里 清静些 也是 可皇上一直冷落着她 怪可怜的 有受宠的一日 必有失宠的一天 就算是想画红百日 哪里经得起这雪与风霜啊 想通了便好了 给皇后娘请安 给太后请安 太后万福今安 都起来吧 谢皇后 坐 前些日子雨雪不断 也免了你们往来请安了 今天皇帝皇后有心 带你们一起过来坐 不 皇帝 玫瑰人已经出了月子 怎么不见她来给爱家请安啊 皇阿娘 玫瑰人伤心失忆 是儿臣让她好好养息 过分伤心 那就是玫瑰人的不是了 孩子固然重要 但侍奉君上更为重要 皇阿娘说得是 这段日子皇帝郁郁寡欢 哀家看着真是娇心 皇后你是六宫之主 宫中事固然要紧 但皇帝的一切总要为先 而臣无能不能使皇上开怀 所以这些日子 也让各宫嫔妃随逝 贵妃和贤妃也多有搬家 皇阿娘若是不放心 可让内务府送来祭党可查 若都是好好的 哀家还查什么祭党啊 皇帝 你还年轻 你看看你的后妃 都还年轻着呢 即便是玫瑰人这一胎不顺 又何妨 身子养好了 很快就又会有孩子的 儿子多谢皇阿娘宽心 皇阿娘所言 儿臣铭记在心 不过今日 儿臣还有一事要禀告 仪贵人 皇阿娘 皇阿娘 皇上 仪贵人玉玺 已经两个多月了 皇后所言可真 臣妾岂敢妄言 仪贵人怀有龙胎 这便是上天安排 以为圣心 皇后娘娘怕出错 皇后已经派了三四位太医来请外 臣妾的确已经怀有龙业了 甚好 甚好 恭喜太后 恭喜皇上 好 好 当然是好事了 仪贵人之前就是侍奉皇后的 皇后自然是更欢喜 仪贵人为皇家开枝散叶 儿臣自然是欢喜 儿臣今晚想去安华殿 进香驻岛 以答谢神恩 好 哪怕本宫再不喜欢你 可在子嗣上 我俩一样简单 难得贵妃与我 有同病相恋之处 你有没有听说 没贵人的孩子 不只是死态那么简单 你看皇上这段时间 都低落成那个样子 你难道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吗 并无什么异样 这是皇上登基后的第一个孩子 皇上也见过他 伤心罢了 再伤心也缓得过来 再加上旧情 皇上不至于对玫瑰人 芥蒂至此 这中间 肯定还有什么别的缘故吧 这我真是不知道 本宫怎么听说 皇上命安华殿的大师 在永和宫送经一月祈福超度 是因为 玫瑰人生的孩子 身心有意 贵妃娘娘 借一步说话 你从哪儿听来的这些无稽之态 本宫也是听了一耳朵闲话 顺嘴说给你 那夜你也在永和宫 知道什么却不愿意告诉本宫 到便罢了 那夜在永和宫 我能做的 就只能是安慰皇上和玫瑰人 并没有无稽之事 而且皇上在意此事 贵妃娘娘也不要乱说 不是本宫说的 那也小心为好 我先告退了 那夜在王亲那儿 连你我都看到一二 你说没贵人的孩子 贤妃看清楚了没有 皇上和皇后娘娘不让说 贤妃自然是要谨守口风的 看着恭敬 其实心里想什么却不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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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